有鉴于疫情过后 多少还是会影响到民众奸血的意愿 因此兵友会就举办了捐血活动 除了立法委员吴炳锐亲自到场关切外 同时也鼓励民众晚起衣袖捐出热血 帮助需要血带的患者们 每三个月都会固定在新庄综合体育场 举办捐血活动的兵友会 除了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爱心意举之外 立法委员吴炳锐表示 因为疫情过后多少还是会影响到民众捐血的意愿 所以他亲自到场关切 也鼓励民众晚起衣袖捐出热血 帮助需要血带的患者 我们兵友会在这个地方举办捐血活动 希望大家因为疫情过后捐血的人比较少 那社会有需要 捐血可以促进人体血液的新陈代谢 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我们兵友会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捐血活动 得到新庄市民很大的支持 然后每一次都有捐出很多的血 然后能够来帮忙社会有需要的人 兵友会员表示 这场捐血活动不少热心民众到场响应 希望和兵友会投入公益定期捐血 让血库不闹血荒 随时都能够提供病患用血的需求 大家来捐血 捐取你的袖子 捐出你的热血 让血库充满你的爱 捐血救人不仅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有益身体健康 而且也是一种行善救人的好事情 不过捐血中心仍要提醒大家 适逢流感等呼吸道 疾病高峰的季节 如果有出现感冒症状的民众 都暂时不适合前往捐血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